我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普通的要命 所以谈不上智慧 谈不上家庭背景 什么也谈不上 也更谈不上名校 仅仅是多了一点认知 有了一点认知而已 这种认知的背后逻辑 第一 我这个人不善交往 不善言辞有关系 你别看 我现在在这胡说八道 我估计的是非常内向 不善言辞的 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 报的是理工科 我的理想就是 趴在办公室画图 做工程师就好了 还有一个呢 这种不善交际的人呢 他本能的不会拍马屁 不会送礼 想巴结权贵 想跪下 没人要 就是我也想 以前也想向往名利 也想跪下 也想求得名利 结果自己呢 不擅长 结果呢 也没人喜欢 所以这事就不好办 就是两个自己不擅长嘛 别人也不喜欢我 所以尿不到一壶 比如我送礼的时候 他妈浑身紧张 浑身出汗 送礼两次之后 他妈不送了 太难受了 能干干 不能干酸火 所以然后慢慢的 也讨厌名利 不喜欢名利 明天他妈跪下来挣钱 真的讲得不舒服 这时候我都干过 我说的事干过不少 请客兄弟都干过的事 最后没有办法 你只有占了挣钱 踏踏实实做事 但是你越占了挣钱 越踏踏实实做事 他会正向观 他会给你设计 很多奖励几次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内心 紧静地做一个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越做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你慢慢地 会强化你这个认知 慢慢地 就更加强化自己认知 比如我现在 就想做一个事 把我的内心 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 我这辈子不想要什么 就是希望这辈子 内心干净点 当然还有一个事 就是人有些毛病 人只要做成这事 他故意地放大 他个人的努力 减少外界的运气成分 我想说 我即便是有点成绩 主要是运气好 你要知道70后 赶上了那个时代 主要是运气好 然后还有我个人来说 就是不怕 愿意积极地去尝试 其实他会强化自己的信念 就是踏踏实实地做事 很纯净地做事 他相信未来 他愿意赌未来 就慢慢地 他还有一个信念 就是我内心不伤害别人 内心心有善念 我相信未来差不拿去 未来烂不拿去 他这个也会起作用的 比如我第一次创业 我连亏十年 我一直坚持 包括我现在第二次 在罗马创业 我亏了两年 还得一直坚持 就是说 他有一个信念在里头 这事是个好事 第一你看 我不伤害别人 不扛蒙拐骗 对别人又有意 大概率他差不拿去 他这个信念在支撑 但是太多的人不会 太多人我刚才说过 太多人付出一两个月 他看不到结果 他就不相信了 我建议各位 你认为你优秀的话 多少有点信念 愿意赌未来 赌过两三年 然后对这个事理解多了 你自然就提高了 很多事你知道 你愿做 你该做 你不该做 哪些你做得了 哪些你做不了 你慢慢自己就明白 人这辈子 其实对我来说 就一个事 有所为有所不为 你不能什么好处 都是你的 你自己要做的 你想要的就好了 我大概就是讲这些 因为我不愿意 夸大太多的东西 就是你认为 这个事是个好事 你坚持做 你把眼前的得失 个人的名利看淡 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 我这些年 就是这么走来的 然后这个过程中 会真的会提高 你太多的认知